今天咱们搭了个转车 干啥今天 去那个 给我朝南哥把那个车子发回去 他之前骑行来的那个西藏 来的拉萨 后来把车子放在这里了 没事你躲吧 咱们得给他把车子发回去啊 那是左手边 我的妈呀这地儿太难找了 你说什么啊 朝南哥一旦把车子放这来了呢 啊 我还 亏着这小哥开这小车来的 要不然咱们真进不来 咋发呀这 这 这 还有哪里 这能拆开吗 这车里面是进口 嗯 这都是是吧 都是 今天能跑一下吧 看看怎么 这都坏了 坏了这都 那车子这个不都 完了吗 你看这车胎 没气的都 别了 那个我们那里能打木匠吧 车顶上那光复板 咱们能找一个 妈呀 还有这小车 这个倒是好整 折叠上就完事了 这个 车胎都没有气了 咱们叫出五百一方啊 那你妈呀 你知道吧 我们一片视频 你看一下他这个东西 把这车子就放在这里 风吹日晒的 没管没问 那到会都不像样了 要二百块钱 保管费 给了一二百块钱 保管费 哎呀啥也不说了 现在是真是处处是钱啊 那就放在外边就这么 都啥样的 你眼看着的该坏的已经坏了啊 到时候 车好好给他弄人 发的时候别可坏 这个 这个把东西拿出来车拆了吧 看看 把我们几个给他收拾了一个车呀 好几万块钱的车子 就放在这里这么造物了 风吹是晒的 里边所有东西都已经湿了 都已经耗在里边虚动了 还有二百块钱 发现这些人真是 得到啥也别说了 谁让咱放在里边的地盘了呢 哎 这小哥发快递 小哥是在内地的人挺好 回去给那个打个木箱 然后运回去吧 运回榆林 还有围码 啊这还有一块太阳灯板 别忘了装上啊 把东西给他运过来了 哇这个妈呀 看看这些车子 造物的 不行了都已经 我感觉你这个呀 都会有毛病 啊 松瓜鱼菜几个月了 估计啊弄回去 快 那也给他发回去吧 发回去能不能用 他自己看着弄吧 帐篷 这一共是几个包啊 一个小车 两 两块电瓶 两块电瓶 一个车子 反正哥们你就受点累 辛苦辛苦 反正你就两千 对两千五万块钱 你就给他打好方子 给他发回去 我给你发送 但是我会错个一天两天 也超过三个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因为我一天 我时间也比较紧 下午的时候 要去那边做个不是收购 五个六个七个 大小七个 你看 大小七个嘛 你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大小包是七个 然后一个箱子 啊两个小车哈 那里边 他说那里边是两块电行是吧 反正就全部在里面了 嗯 然后就是那个 东西你就带给他 包一包别磕了碰了 嗯 那个他那两块光复板 别管好不好使 把他给他发回去 我感觉你那两块板要坏 已经坏了 啊 一个箱子 他写哪 写这个吧 行行行行行 然后 能看懂就算 对对对对 然后两个太阳板 两块太阳板 啊 两个车架子 没有 这个所有的东西 这个给你了 这个你拿走就行 美丽的拉萨 布达拉公 拜拜了 布达拉公在那儿 咱们要走了 下一站